自古人红是非多 本来就被皇后官自证到不动往返紧直的曾志伟 日前连家中都不得安宁 继而自曾国有与儿媳张可慧心疯不满 一年就掀起骂战之后 日前张可慧更流出在曾志伟六十大寿宴席上 被苗桥为主动现吻的照片 让曾志伟勃然大怒 将婚后一直与自己同住的儿子儿媳赶出家门 原来在宴席中张可慧婆婆就注意到 她与苗桥为的亲密一幕 之后离开时更全程黑面 怎奈儿媳死毫不觉行为不妥 要说这张可慧婚前就已在夜店狂大富二代文明 未婚怀孕只得下嫁曾国有 这位既无外表又无事业的老公 她自然是心有不甘 不能在夜店饱懒帅哥 她就连老一代型男苗桥为也不放过 在宴会中主动打赏 借苗桥为最意拍下现吻照 照片的曝光也让三哥相当尴尬 面对询问一脸茫然装无辜 到身旁的三嫂七美珍表情相当淡定 看来是早有心理准备 而整件事中最苦的恐怕就要数曾志伟了 之前被儿媳当作提款机 她还发言维护称儿媳微博被盗 如今儿媳勾上老友 不知曾志伟又要找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辩解了呢